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随着人们全力议事的日益觉醒 中国各地民众自发的维权抗议事件 层出不穷 群体事件接连不断 不久前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 民众抗议事件取得胜利 官方满足了村民的大部分要求 贪官得到惩处 曾经受到通缉的抗议事件组织者 成为官方认可的村党总之书记 那么受到乌坎村事件的鼓舞 许多地方最近都出现了 乌坎市围攻政府的事件 今天我们就邀请 中国社会问题观察人士 前美国联邦众议员吴振伟先生 来到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听众观众们 一起来探讨中国的群体事件 以及政府在应对民众抗议事件时 所应采取的立场 吴振伟先生在节目中说英文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的 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欢迎各位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是 400-120-0551 只需直播400-120-0551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 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gmail.com 美国之音中文网 新浪微博的英语学习之家 好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吴振伟先生 欢迎您再次来到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谈这个很要紧的题目 好的 您中文说得不错 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得到初步的解决之后 一个官方没有料到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是中国人的权力意识 开始逐渐觉醒 许多人面对地方官员 和地方政府的恒征暴恋 贪污腐化 那么不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了 而是起来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权力 于是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和乡镇 都出现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耕地 人们为了防止政府强拆 强制拆迁 保护环境 以及反对地方的贪官污吏 人们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力 中国把这个称之为群体事件 那么群体事件到处发生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 因为我觉得这个为了长久的 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政府的稳定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些议题一定要以积极正面的方式来解决 而不要让它酝酿很久 然后可能最后带来爆炸性的那样的 那种解决方法 那么像乌坎的这个例子 这种非常积极的这样解决的方式 这样的例子能够让这些社会压力 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解决 那我想您和很多的中国民众都知道 全中国各地当地方的官员 比如说在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商 还有工产的一些厂主 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 为了这个谋取私利 而把这个村庄的 或集体的利益给牺牲掉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会让很多人非常的不满 很气愤这些村民 他们当然想要找到一种 应对解决的方式 那如果他们能够走一个 透明的一个程序 有这么一种方式 能够对他们的不满情绪 让他们得以发泄的话 那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有这样种积极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终来讲对于中国 对于中国的稳定和社会 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 您刚才提到这个乌坎事件 它非常有典型意义 它的影响在中国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我仅举最近发生的两个例子 这个星期在广州旺岗村 就有数千民众 在到广州市政府去抗议 他们说要以乌坎的抗议模式 来包围和围攻政府 要求打倒贪官 还我耕地 这是他们提出的口号 那么福建省在临近广东的一个省份 福建省的近江市也有一个回族村 也有近千村民上街去游行 他们打出向乌坎学习的横幅 要求讨回失去的土地 讨回公道 所以由此看来乌坎村事件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对 我想您也知道 乌坎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例子 就是谈到这个土地被不当地 转移到私营的这种公司 其实比如说这个土地 其实应该是属于 集体的是属于村子的 那么这种事情 在中国的很多的农村村镇都发生 可能有数千个城镇村镇 村镇在中国 有这样的一种 把公有的这种利益不当的这种方式 来转移到私人的手中 而又没有恰当地给予村民予以补偿 那其他地方当说像乌坎学习 或者是把乌坎作为一个榜样 那么我想他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有这种 一个有希望的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程序 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不满 到地方或者是省 或者是中央政府那边去讨个公道 来解决 以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让他们的这样一种不满的事情 能够去反映上去 那你知道乌坎的民众并没有说 让他们所有的诉求 并不是都得到了解决 那所有这些都是有一定的 可以说是所有的世界的民主社会 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都是要有一个平衡的 好的 那么乌坎村的维权事件具有影响力 主要是在于 它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维权案例 尽管像你说的那样 就是说村民的 不是村民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但是村民的主要要求 还是得到了满足 据报道 比如说像村民保住了自己的土地 然后侵害村民利益的 原村党支部书记和原村长 受到查办得到了惩处 而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是什么 就是原来受到官方通缉的乌坎市 乌坎村的村民抗议事件的组织者 他在中国过去是罪犯 一定是罪犯 但是他却受到人们推举 被选为新的村党总职书记 并且受到官方的任命 受到官方任命 所以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 向有组织的抗议事件 低头让步的一个例子 许多人士认为这具有指标意义 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想进一步再评论一下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因为您知道 早些时候有一位代表村民 去谈判的那样的一个领导人 那么现在有一些指控 当然双方都没有确凿证据 那么要么是他是被 遭到了虐待或者甚至是被杀 那么这个是最早 为什么会引起抗议的 那么后来的组织者 他是去谈判了 那么他在9月底的时候 被任命为村党总支书记 那么我想从各方面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地方或者省的 党委的一个让步 而且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进展 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 应该可能是很积极的 但是从长远来讲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点 那就是 这可能是一个方式 让地方的政府能够真正的 对人们负起责任来 而不是让这些民村民 或者是村里的这些官员 能让他光是顺应以前的做法 我想说的是 我希望这一个村代表 这个村的党总支书记 我们希望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个人未来能够发挥他的作用 来改变这个系统 而不是让他自己 受了这个系统的影响而改变 很重要的一点 好的 各位听众 观众 朋友 这里是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是中国不断增加的群体抗疫事件 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前美国联邦众议员 吴振伟先生 那么您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 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是 400-120-0551 只需拨打400-120-0551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 新闻 at gmail.com 用iPhone随时随地收听收看VoA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请上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 搜索词 VoA 控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包括了 可按类别 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VoA提供新闻线索 包括文字 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 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样适用于iPod Touch和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VoA 欢迎您马上试用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 吴先生 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等候在线上 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让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是湖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湖南李先生 李先生您在我们节目中 请抓紧时间 李先生的线路断了 下一位 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最近去出去旅游 经过了四个县城 结果发现竟然有两个县城 在搞什么所谓的群体事件 这个在中国真是太普遍了 中国民众觉悟得太晚了 太晚了 当然了也可以说不晚 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只有给统治者以压力 他们才会真正做到 一胆为公 执政为民 而不会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实际上却在干腐败和特权的事 人民只有给统治者以压力 他们才不会说不搞西方那一趟 而他们却腐败到了连财产都不敢 像人民公司的这个地步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的观察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云南的周先生 下一位是吉林的虞先生 虞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许波先生 你好 吴振伟先生 二位好 文革时期 中国的百姓你不敢说话 不敢说真话 而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你敢说话 说真话 但是你没有用 广东这个乌坎村这个群体民权呢 给现在中国当前的大趋势 一个指标性的示范 所以说你 我说这个中国的各地政府 要拥清当前的一个形势 不要让六四天门事件冲演 不是 好的 谢谢您 吉林的虞先生 谢谢我们再接一位 湖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嘉宾好 最近看到了有一篇报道 说中国的县政权 他们这个高层摸着石头过活摸上瘾 他不想过活了 就是说30年改革开放的后十年 这个矛盾 社会矛盾 已经积累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数量 随时都在爆发 各地都在爆发 这里按下去 那里又起来 成为一个常态了 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就是非常严重 官方现在就讲了要化解基层矛盾 一个是中国的司法 它是不立案 你比如说有些什么矛盾 要去法院解决 它不立案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它这个改革 它最后的十年 它把资源都改得差不多了 你比如说车地 城市化进城 还说不够 跟西方比还差得远 那么这个被强车地的那些农民 它没有了生存的这种基础 没有生活资料 他们今后的几代 能延续下去靠什么呢 政府没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政策上也没有一个后续的 往往是出了一个问题 就去再去补救 没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矛盾的就日监锐 你比如说城市化进城当中的 那个车签的问题 政府和开发商的意义链条的问题 所谓的这个调控的问题 这些老百姓都不相信 因为他们说一套 做一套 这个执政基础 已经伤十米 谢谢您 湖北的王先生 刚才我们的三位听众观众们 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看法 您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三个人 就是提的很要紧的题目 我觉得周先生 云南的周先生 他的观点说腐败那么严重 而且现在好像都有点太晚了 我想应该我不同意 这是结构性的这种调整是有必要的 而且是可以来从近期和远期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现在在这个村政府的管理的体系里面 比较是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村委会它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它是要有成本的 但是他们的资金不多 那所以他们就有一种诱因 会要跟这些房地产的开发商 或者其他的开发商 来达成一种某种交易 那么 所以现在他有个人这种牟利的这种机会 那所以我马上就可以想到 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 一个就是要对这些村委会的这些 预算要有足够的这种资金的来源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做他们的工作 不需要去达成别的交易 或者有腐败的这种诱因 还有那些中保私囊的那些官员 他们要对他们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能够铲除腐败的现象 湖北的王先生他谈到了说 现在在过去十年里面的这种 这个积极事件很普遍 在中国这也是很重要的 最早是在沿海城市和内地 内部之间的一种差距 那现在内陆的城市也发展得更快了 所以现在极其确是一个 就是在临近的地区他们的这种发展 比如说不平衡 比如说有些人变得非常的富 变成了中产阶级 然后很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那比如说我有一些亲戚 他们现在其实居住的方式 还是跟中国人在一百年前的 这种居住方式一样 很多人在乡下的人 他们可能是那种生活方式 还像是几百年前的那种落后的程度 那我们尽可能的应该要去 要谈这种经济的不平等的这种问题 在美国之音我觉得 未来的这种节目当中 应该要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话题 要谈中国的长期的社会稳定的话 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这个经济上的不公平的问题 是需要解决的 好的